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花了好多天一起在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尼西米的祷告 尼西米要进到神要他所做的事情 他的生命里面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抉择 那个抉择是我要继续留在我现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逸的环境里 还是上帝你是不是有要我去做另外一件事 但是如果我要做那件事我可能要 我可能要舍弃很多东西 那些对他的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你也正在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抉择 不要做一个将来后悔的决定 因此你一定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 在祷告里面明白神对你的心意 但愿尼西米的祷告 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尼西米的祷告成为你的帮助 尼西米的祷告里面 在过去这几节目提到说 他先处理罪的问题 而且那个罪的问题还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在为我整个家族祷告 我就要处理我们的家族有什么得罪神的事 我在为我整个的公司祷告 我就要为这个公司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来在神面前去认罪去处理 我为整个城市祷告 我为整个民族祷告 我就要看看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历史上 有些哪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 我就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他说我和我父家 他不是单单想我这个人 是我在祷告 但是我要为我的整个的民族 为我的整个的家族 在神面前去处理这些 拦阻我们的祷告 达到神面前 拦阻神的祝福进到我的家族 尼西米的意思就是说 我渴望我的家族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 因此我也为我的家族得罪神的事 来到神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祷告 有一个属灵的宽度 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格局够大 然后接下来 尼西米还有一件事情 他就是抓住神的应许 这件事情还是要回到前面几天 我所跟你分享的 尼西米认识神 因为他花时间亲近神 尼西米知道神的应许 因为他花时间去认识神的话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他花时间读圣经 他花时间领受神的话 当年那个时代里面 尼西米和后来跟以色拉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教导百姓关于神的律法 就是那个时候相对于现在 就是教导百姓认识圣经 求主帮助我们 尼西米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付代价去知道神的心意 以至于他说我求你纪念 上帝你要纪念 纪念什么呢 纪念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就是你当年跟摩西说的话 他怎么知道神对摩西说什么话 因为他读律法书 他知道 他们那个旧约里面所说的律法书 就指的摩西五经 他熟悉神的话 以至于他说上帝哦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上帝你是说话算话的神 你当初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现在照着你的应许祷告 求你一定要听 抓住神的应许 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 他是信实的主 翻译